Downtown38出自事建局首筆 換言二居都是事建局項目 一個在碼頭角,一個在碼頭圍 分別一個是屍樓,一個是首置上車盤 論質素,首置上車盤會否被屍樓差呢? 坐落學園街的換言二居 背面已經是春田街重建計劃 地上是舊式商店 現在還有幾間廢紙回收商在運作中 環境欠佳 日後會重建唯一再樓高30層高 提供310個單位的住宅項目 直接阻擋換言二居而再向東的單位 要淡化周邊重建影響 屋苑特別著重內部設計 包括屋苑大量增加陸化覆蓋率 同時都加入環保元素 三樓室外平台以及住宅天台頂樓 都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 會申請接駁至中電電網 參與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計劃 一年可以轉快12,500度電 建築成本會增加 日後都可能涉及長遠的維修費 成本會不會轉嫁消費者呢 如果將這些電化成 賣給中電 或者電力公司 這些錢是可以回到管理費 或者小業主可以享用 我覺得將來管理費 亦會跟隨市場走勢 或者價錢 不會有特別 不會比市場高或低 針對香港盛行的納米樓 在公共空間 都為住戶提供共享洗衣囊 和共用儲物間 以至室內都增設智能家居設施 每個單位的圓關位 都會附設一個家居智能顯示屏 可以給住戶預訂戶所設施 監測用電、用水量、室內空氣質素、溫度、濕度等 還可以監測升降機流程的狀態